從教育論壇可以令到途光蘭的街坊 和關注房屋問題的市民了解更多候選人 對於基層市民住屋的政綱 同時街坊都可以和候選人有多些互動 今天會有一個公眾提問的環節 街坊可以向候選人發問自己關於房屋問題 介紹一下今天出席的候選人 有吳迪熙 曾麗文 李卓人 和馮檢基 而未能出席的候選人有陳凱欣 我想問一下我們是找到幾次陳凱欣 為何他不來他有沒有解釋為何不來 我們找了他很多次經過電話 E-mail Facebook message 都找過他的 但是他是秒無音訊 毫無回覆的 哎呀那真是太可惜了 我們希望他可以關注到基層劏房會健康問題 住得這麽差怎會健康 但是他竟然都不回覆我們 我也不知道他們是否看不起今天來的街坊 那我們事不宜遲 即將開始了 好那我們今天論壇的主題是基層主屋 包括租務管制 公司型房屋比率 和過度性房屋 請候選人必須就著主題去發言 論壇分為五部分 分別有個人表述 大會發問 互相發問 台下發問 和總結 每部分候選人發言都有限時 每位候選人的前方 都有一位計時員 幫大家計算發言時間 當發言時間上完20秒時 或者時間已到的時候 都會舉牌示意 每個部分發言餘下的時間 並不會撥落下一部分 每位候選人都會有相應的一塊牌 牌上面除了20秒時間已到 都會有候選人的名字 不如我們試一試試 發言時間上完20秒 看不看得到 各位候選人 清楚清楚 都清楚是不是 因為我們都希望這個論壇 可以順利舉行 千萬不要超時 發言時間已到 是不是這麼多位候選人都看得到 由於時間緊迫和公平起見 請候選人在屬於自己 和既定的時間發言 首先我們會較低音量 以示公平 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可以抽發言順序 箱裏面有四位候選人的姓名 以下下來抽出第一位 發言的候選人 第一位是吳迪希 第二位是曾麗文 第三位是李卓仁 第二位是曾麗文 第三位是李卓仁 確保公平 接下來我們可以進行第一部分 自我表述時間 每位候選人各有兩分鐘發言時間 表述對政府房屋施政的看法 和基層的住屋正確 發言詞序將會依照早前抽籤的詞序決定 當發言時間剩下二十秒的時候 就會舉牌提示 發言完畢就會舉牌事宜 首先有請吳迪希 兩分鐘時間 你現在可以開始 不好意思 那我呢 其實如果大家 可能看過我三月份立法會 我參加過選舉 我又有個政綱 都講到很多關於房屋的問題 其實過去十年 我打電話去千里年代 自由風 廣東共西 都打了一千字 其中我想都有一百次 可能是房屋的事情 當時我都已經很對曾蔭權很不滿 那說房屋這個問題 我覺得是香港一個 就是很深層的一個政治利益分配的問題 我去年裡有一篇文章 就說這個殖民地的良方 特別行政區的獨弱 就是以前呢 我們那個所謂置業階梯 其實做出來呢 是在什麼程度下是適合呢 就是我們呢 在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不斷有人移民走 這個社會呢 就有人 騰出了上層 中上層的崗位 就給下層的上去 跟著他可以賣樓 那這個所謂置業階梯就是work的 但是跟著在這個九七年之後呢 因為那些人呢 已經變了一個 自己的特別行政區了 我想要在這裏長期居住的呢 尤其是曾蔭權實施他殖民地時代那種方法呢 其實就是社會上最深層的那個動亂啊 危機的一個問題來的 那上次立法會我都提過 就是其實 不斷結帝呢 就是我們上層的精英呢 很多是在房屋裡呢 尤其是局長啊那些那些 都有很多的利益 所以他們很難去撕掉這個利益 那現在這個劏房啊 下層的問題 大家可能看過媒體都見過 走去劏房我住過 我都知道 喂 其實就是一來的租很貴啦 如果你住高層一些 可能空氣稍微好些啊 那如果你腳骨好的 那年輕的都沒問題 但是低層的呢 其實呢 政府不知道為什麼 不管管一些地鋪的 有些地鋪去做飲食的 那你那些人住一樓二樓 我知道有些很慘的 住一個月呢 那個氣管就有問題了 其實就逼人住在一些這樣的地方 不過現在時間都到了 我給另一個再多 第二位 多謝 第二位有請 曾麗文 兩分鐘時間開始 我是二號 曾麗文 今天我們想說呢 為什麼呢 基層呢 上樓呢 那麼難 排氣那麼長 我們回到一個最基本的問題 每日150個單程證下來 大家有沒有想一下 這一班人 他們下來了 他們是跟香港本土 有需要排公屋的人 在搶著這個位子的呢 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啊 我們辯論 我們回到最基本 最需要解決的問題 而如果大家可以上網 找回當年是哪一個 令到150個限額下來香港 那些新移民 可以不用等七年可以排期上樓呢 誰知道這裡有沒有 李卓仁先生我想你應該很清楚啊 蔡耀昌 蔡耀昌 蔡耀昌這個名 有沒有人知道 支聯會 他就是幫香港人 去消滅我們自己本土的資源 幫新移民 是不需要排期 不需要經過七年 就可以上樓 麻煩你們自己 一會兒去問回李卓仁先生 支聯會在搞什麼 這麽多年 政府的政策失衡 你們說 這個人沒有出來 這個是幫政府的 永遠所有的問題出來 不是一個單一的團體 一定是兩邊的假惡鬥而引致的 我相信你們今次有很多人 他有正義 也都想為香港做一點事 那首先你們要揭穿 泛民的假面具 這個就是我其中一個 今次參選的主要目的 我是中產 我來自美副 天水為短妝 進來美副 謝謝珍雷文女士 現在有請李卓仁先生 謝謝我是三部李卓仁 首先 資料會是平反六四的 和香港服務問題 我不知道有什麼關係 希望大家不要扭曲 但我先說回房屋 其實現在 香港是很荒謬的 康房的赤租價 是貴過豪宅的 和劏房 連電費都比人貴 是因為中間的業主 可以剝削 劏房 他們的電 去賣電給劏房 是貴一些的 那裡都要加起來 不過我想說 就是怎樣去解決 其實有兩大問題 一個即時可以解決 要解決呢 就是怎樣去租金管制 和租務管制 因為如果有租金管制 和租務管制 還可以做多一件事 就是租金津貼 我們曾經說過 如果只是搞租金津貼 沒有租金管制 因為業主加租 政府津貼下去都沒有用 所以兩個一起做 一方面租金津貼 可以減輕劏房戶的負擔 但是又有租金管制 才可以令到業主 是不能加租 來削回你的租金津貼 那希望大家明白 這個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其實大家都知道 輪候上公屋 現在要五年半的時間 那很多是輪候公屋的期間 我們要求租金津貼 但是怎樣去解決 這個輪候公屋 這麼長的問題呢 就當然去到一個位 就是地的問題了 我覺得現在市建局 其中一樣建議 就是市建局 其實是收了這麼多地 其實可以立刻在那裡 是做回公屋的 就不應該全部是拿來做 私人發展商 去合作去賣 所以其實很多事情可以做 我現在時間不是很多 希望大家一齊為未來努力 李卓仁先生 有請馮景基先生 首先我認為要做住屋的定義 當政府那個mindset 即這個腦都不是用這個想法的話 我們真的要喊的 我要改政府的腦 政府的腦是甚麼呢 第一個問題是住屋是我們人的基本需要 衣食住行 住是其中一種 所以住屋是一個權來的 不是一個政策來的 政策可以變 權不能變 首先要政府把住屋變成一個權 他要擺在腦裡面 是一個權 權 權 第二個就是住屋 究竟一個人一家人的住屋的定義是甚麼呢 我給下去就是80年代房委會的財源房屋策略已經做了一個定義 這個定義到今天政府都未能夠全面執行 這個定義就是一家人應該是一個獨立自足永久的單位 所以獨立的意思是一家一煮 不是夾在一起煮 不是劏房 自足是甚麼呢 那間單位裡面有廚房有廳有房 這個叫自足 就是永久 給你一個沒屋距離有細節的東西行不行 不行 一定是石屎的 我還加多一個 就是每人最低限的要給他多少尺 我有小獨立自足永久 原來那個房間只有三成二尺 那就麻煩了 三成六尺 所以我們一個最基本的尺數 房屋處現在批給我們 輪流公屋最少70尺 以前試過批100尺 所以我覺得 現在的香港人應該每一個人的 每一個住屋的單位 是要至少70尺 公屋可能做得到 私樓做不到 這個我們政府要努力 第二 怎樣令到市場運作能夠做得到呢 就是將香港分成兩個市場 第一個就是私人市場 第二個就是公屋 或者不能夠買出市場的居屋市場 那才能夠令到我們一個健康的運作模式 然後我們才能夠做好我們的住屋的問題 基礎打不好 上面那層樓就亂了 然後容易倒 所以我覺得剛才我所說的三個重點 是政府應該要做好 謝謝馮檢基先生 謝謝各位候選人 自我發言的環節完了 我們都做回一些資訊的補充 剛才有朋友說到 關於七年永久居民的上樓問題 是不是新移民可以打尖上樓呢 根據現時的政策 家庭人數要一半 是有七年永久居民才有資格的 所以呢 所以所有所謂新移民可以上樓呢 其實她的家人都是本地永久居民來的 那就補充回來 那我們進入下個環節了 好多謝各位 接下來呢 就是有第二部份的 大會發問時間 大會分三次發問三條問題 每位候選人呢 每條問題都有一分鐘回答 發言時間 只剩下二十秒之後呢 會舉牌提示 完結時就會舉牌示議 試次發言次序會和上一部份相反 換言之今部份就由 馮檢基先生第一發言 第一條問題 重設租務管制 限制租金勝負 保障住屋權 你同意嗎 我不但同意是 當日在立法會要取消租務管制的時候 只有馮檢基一票是反對票 其他的不是棄權就支持 所以從這個事實已經證明 馮檢基是當年十年前已經是反對 取消租管 謝謝大家 好 多謝 李卓仁先生 你有一分鐘時間作答 是 剛才我開始的時候都說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租金津協和租金和租務管制 我是當梁振英一上場的時候 我已經向他提出 要搞租金管制 然後在立法會的房事務委會 也是向張炳良提出 一定要有租金管制 才可以幫到我們現在劏房戶 因為現在真的 現在的租金每年去加一次 現在是迫到大家 是一直越住越小 一直越住越遠 所以如果不搞租金管制 根本是沒有出路的 雖然我們每個人都上公屋 但一定有一段過度期 所以那段過度期 一定要有租金和租務管制 我們希望起碼有三年的穩定期 即是如果租給你 他要自住 業主要收回 都是要自用 自住才可以收回 一定有三年的期 才是有個安穩性 那我們希望為大家 爭取租金管制 請在後面接待處的位置 放入問題收集箱裡 因為稍後會有個環節 是有台下發問的時間 現在有請曾麗文女士 我都贊成兩位所說的 不過我想說回 剛剛150位的單程證 其實在當年 中審法院裁定勝訴之後 這件事是引發很多爭議的 也都顛覆了新移民福利的制度 也都成為中國內地人士 來香港假結婚的誘因 今天有幾多個新移民 是經過香港人審批 是證明他們是來家庭團聚的呢 這個數目香港人也都不知道 連香港政府都沒有得審查的東西 但我們沒有人去制止 這個議會沒有人出聲 你們今天如果要公平地去 控制這個議場下這個會議 你們必須公平些說話 好 多謝曾麗文女士 吳迪希先生 你有1分鐘時間作答 我3月選舉的時候 一向都是贊成這種中無管制的 不過我想提一提 我就找過2004年 究竟什麼人是贊成中無管制的 那時候 我說李卓仁我見不到他投票 另外我上次選舉的時候 我都指插過姚從嚴 他前兩年他自己是反對這個中無管制的 他好像3月應該有來的 我就很怕民主派 其實他都是香港的統治精英的其中一部分 是香港的統治精英 是造成香港的這個房屋的問題 是故意造成的 其實我提過很簡單 你加上一個猜獎 好像這個70年代的猜獎 18% 那些人就馬上推一家樓出來 不需要搞什麼租金補貼 租金補貼其實是會 整個租務的那個需求 那本不會解決到 你們不會令到大家有更加安樂的日子的 加差響就是最簡單的了 空置稅就是最簡單的了 謝謝吳迪熙先生 第二條問題 請你講出 你對現時公私營房屋比例的看法 吳迪熙小姐請你 吳迪熙先生請你一分鐘時間作答 我這次的政官又講到 香港的八成的住宅地 是應該建公營房屋 那我就沒有說明是這個 即是居屋或者是公屋 即是我的意思 香港呢應該就一個類似新加坡的這樣的政策 即是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英國人呢是很奸的 為什麼我很偵民主派就是這樣 他們很捧英國人 英國人一九八二年的時候 他將這個居屋本來是連地價的 他取消了 將香港的金融資產 施了兩部分 一部分人就有金融資產 一部分人沒有金融資產 有金融資產的人可以移民 造成現在香港一個這麼大的階級分化 都是英國人剩下來的 他們現在就捧英國人 所以其實香港一系 就應該就分英國 新加坡這種這樣的政策 大部分人都是住公屋的 這樣呢 就可以扭轉到現在的財富 財富兩極化的這個問題了 實際上 英國人剩下的這個 一半一半的公屋 是全世界都沒有的 是一個最劣最劣的政策 好 好 多謝 有請曾麗文小姐 你是有一分鐘時間去答 以前香港人領先東南亞的 這個是不爭的事實 我六歲從台灣來的時間 每個人都很羨慕我可以來到香港 我爸爸那時候一個月的新水 在台灣的六個月 很多新加坡來學習我們 台灣來學習我們 我們說的東西 人家真的覺得 好得啊 你香港人 又有這麼深的教育 結果現在香港人像什麼 我們連垃圾都沒搞定 多得這班垃圾議員 如果你們想生活好些 就拜託不要再投垃圾議員了 香港呢 全靠多得這班垃圾會的議員 所以才搞成今天這樣 OK 回到政題 想清楚 投你那張票 好多謝 請李卓仁先生 你有一分鐘時間作答 其實我幾時都覺得 香港最廢的就是 我們的特區政府 和我們呢 從來都是不捧英國人的 我從來都是 在英國殖民地區 覺得是抗爭 到今天我們只是捧一個 就是香港人 那希望大家一起 是 一起關注我們現在的房屋問題 先 大家想一下 如果公私營的比例呢 其實現在政府有點騙大家的 因為他經常說呢 是六四也好 七三也好 單位 單位是很穩定的 千萬不要相信單位 一定要是八二開 是土地八二開 因為單位如果是八二開都沒用 因為他們私營房屋的單位 雅很多地的 怎麼跟我們公屋那些呢 我們公屋很小 雅的地很小 所以最重要是八二開 是公營的 是八成 私營的 兩成是土地 我們才可以建造多些公屋 和居屋 給香港人的 好多謝 請馮檢基先生 你有一分鐘時間作答 現在政府的比例是五度大家 他說六比四 六是公營 四是私營 但六裡面呢 其實有十二個percent 是居者有期屋來的 按據自己重建房屋策略計 居者有期屋 不要當是公營的 居者有期屋是私營來的 是賣出去的 那個地權是給了那個居屋的業主的 所以我的計算方法就是 出租公屋一個比例 居屋加私樓另外一個比例 按藏業房屋策略的比例呢 就是四十八比五十二 四十八夠不夠 現在四十八不夠之餘呢 它還是蓋不夠二十萬個單位 即兩萬個單位一年給我們 即蓋到一萬五 所以我的要求就是 先做足四十八 甚至五十個percent是出租公屋 然後另外五十個percent是居屋加私樓 這個是一個合理的計算方法 不要當居屋是公營的 這是騙你的 好 多謝 謝謝各位候選人 第三條問題 請你講出 將政府閒置土地 改裝成過度性房屋的看法 馮檢基先生 你有一分鐘的時間作答 這個我完全同意 因為大家知道 九龍西劏房是最嚴重 和最黑點的地方 要處理這個問題 我們覺得要盡快 要將多一些房屋可以出現 特別是五年之內 不是說二十年後 二十年後 林鄭還是特首嗎 做多四屆嗎 沒有可能的 她講一些將來的事 說我們將來做皇帝要得了嗎 現在我們要找到 究竟三五年 甚至十年之內 我怎樣處理到劏房的問題 能夠盡快做到的 就是將一些限制空地 現在有三百公頃 這三百公頃可以 起到五萬個臨時居所 這些臨時居所 起好之後 就被輪候四年 三年以上的街坊 進入去裡面 現在的劏房街坊 有七成左右 已經在排隊 這排隊的七成 等於六七萬個家庭 即是說每兩個家庭 我講家庭 就有一個是劏房家庭 所以如果你能夠 這些臨時居所給她的話 其實盡快可以 將這些劏房的家庭 搬到臨時居所 如果搬到臨時居所 之後空出來的單房 又可以再送給其他人 李卓仁先生 你有一分鐘時間作答 其實現在大家香港知道 就有很多閒置的農地 但是地產商囤積的農地 是現在在曬太陽的 大家如果去很多的地方 新界的地方 說全部的土地不是拿來冒農的 地產商沒有興趣冒農的 他們就是拿些地在那裡 就是等於如何去 和政府換地發展 所以我們是一直要求 是用一個上方保健 叫做收回土地條例 就是用那條條例 去收回那些閒置的 團職的農地 地產商的農地 那其實不是說不賠錢給他 賠了錢之後收回來 收回來呢 就可以拿來做永久的房屋 但是如果暫時 還未夠大的地去做永久的房屋 就可以做著一個過渡性房屋 兩邊都是要一起做 那令到我們現在劏房戶那些 可以在輪候公屋那些 是可以先去過渡性 然後上公屋的 珍麗文女士 你有1分鐘時間再答 這個僱員是好 所謂限制的東西就是沒有用 沒有用的東西說那麼久 都還在沒有用 那你們繼續投票給那些舊的議員 你們是不是繼續沒有用 限制就是限制 因為我明白什麼叫限制 限制就是要用 那如果那些議員在議會上 那麼久都不做事 那我就說你給我一票 我會幫你搞定你信不信 那我就2011年在區議會選舉 我已經說是要打地產霸權的了 OK 我當時你們不會認識到我 因為泛民說我是去戒票的 我是一個小女子 我怎麼跟你去戒票啊 我是想給美夫人知道 新世界的霸權 管業霸權 而李柱仁先生 是美夫人 她沒有出過聲 她今天會來為基層做事 想清楚先啦 香港人 如果你真真正正的香港人 小心再投你這一票 謝謝曾麗明女士 李柱仁先生 你用一分鐘時間作答 當然這件事就沒有說得反對 但是我聽了社聯她說做呢 其實就花很多錢 但是供應就似乎真的很少 那我其實有個建議 3月份的時候已經講過 有兩個建議 有個建議她現在做了的 就是公屋那些長者 如果住大單位的 搬去小單位 那3月的時候呢 那個政官說呢 就是建議給養老金他們 那林鄭月一個施政報告 就說就是終身免租啦 就是類似那些 那有一樣呢 其實另外呢 就是那些舊樓啊 就是香港有5300棟舊樓的 那如果那些長者呢 其實他應該呢 可以呢 政府都有一個option 賣給他 就是賣給政府 政府可以收回來呢 那呢 就長者可能去大灣區 或者其他地方 那 就是搬小一點 那單位呢 放出來呢 由政府 或者找NGO啊 就租出去 那那些 七八呎 九八呎的單位呢 很多應該這樣可以放出來呢 給那些有需要的家庭住 那政府這樣 也都不需要動用很多錢 因為每月 我建議每月給養老金的長者而已 謝謝吳定希先生 在進行下一環節之前呢 可以呼籲一下街坊 你們如果有問題 向台上面的候選人去發問的話呢 可以熱烈地這樣 去找我們的工作人員 去寫你的名字 放回去問題搜集箱裏面 那我們稍後會有一個環節呢 是給台下去發問的 那如果你們有問題的話呢 就歡迎你們去 盡量去提出啦 好 那大家好了 我們剛才完了一些固定的自我表述環節 和大會的問題環節呢 我們就即將進入最激烈的環節了 那我們都重複一次 今天有來到參與這個基層鑽屋論壇的候選人 那我們是有 有吳迪希先生 有曾麗文小姐 有李卓仁先生 還有馮檢基先生的 那我們也都有去信 和電話等等的途徑呢 去找另一位候選人陳凱欣小姐 但是她完全沒有回覆 是完全沒有回覆的 那就留意一下 那好了 那這個環節呢 接下來呢 是什麼環節呢 為什麼會這麼激烈呢 就是互相發問的環節 就是候選人問候選人的環節了 那規則就是這樣的 大家聽清楚了 每位候選人呢 就輪流向另一位候選人發問 被人問那個呢 就要回應的 那每位候選人整個部分呢 就有五分鐘的時間 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問問題 加上你回答問題呢 就總共只有五分鐘而已 所以如果你拿了時間來問問題 你就沒有機會回答問題 或者你問得短呢 你可能回答的時間就會多些 這樣咯 那包括發問和回應時間 加上五分鐘 所以這裏要提醒各位候選人呢 要預留時間問問題和回答問題 如果用了時間 就沒有得再發問 也都沒有得再作答的了 那當發言時間 只剩下20秒 都是跟剛才一樣 就是大家講講講講到剩下20秒呢 記住看你們的右手邊 你們的右手邊 會有人舉牌 看一看20秒 那就因著時間了 計時員是會舉牌事議的 那我發言次序跟剛才相反 那剛才最後一個回合呢 就是馮檢基先生呢 就先講 對啦 那所以呢 這次呢 就會第一位呢 就是伍迪希先生開始的 那由阿蔡 就講下 誰問誰了 根據這個信序呢 發文的次序呢 是會由伍迪希 去問曾麗文 而曾麗文呢 就會去問李卓人 而李卓人呢 會問馮檢基 馮檢基呢 都會去問回伍迪希的 那有沒有問題 各位候選人 OK嗎這個 明白的 明白的話呢 就即將開始了 那沒有問題呢 這次現在就首先 有請伍迪希先生呢 就向曾麗文小姐發文 那有請伍迪希先生 那曾麗文 就回到剛才你說的話 那你就很針對 因為有150個 就是每天個單程證 來香港的引起這個房屋問題 那是不是真的沒有這個 150個單程證的人 香港就沒有房屋問題 因為這150個單程證的人 不要不記得 是肯定每年呢 就是四五萬人 這個其實是可以計劃的 等於好似你會有生小孩一樣的 那如果其實不是特區政府 它的精英 或者香港的財團 故意這樣造成這個房屋問題的話 照計這個 就是每年來五萬人 因為五萬人只是佔香港人口的 就是0.7% 0.8%而已 沒有理由是計劃不到的 就是我們過去的 有很多地的 這個啟德 這個西九 都很大塊地的 其實爲什麽 真正的問題 就是因為來了這些人 來造成那個房屋問題呢 其實是香港的精英階層 故意造成這個房屋問題的呢 金麗文女士可以自由作答 我很相信香港的精英階層 是和社會脫了一節的 如果回到以前港英年代 另外呢 那幫精英呢 是沒有令到香港 今時今日 是這麽惡劣的環境 這個是事實 我都說一次 由我來香港 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我們都是 一路騰飛的 但是你現在看回一下呢 我們在這一班 垃圾會 九七之後 我們不斷倒退 我們連垃圾都沒有辦法處理 OK 我們連英文的程度 都輸給新加坡 新加坡的規劃呢 是一百年的 如果你有看過他們最近的報道 他們是有十二個博士 但是他們看遠 看到是一百年後 他們希望那個願景 但是今天我們每一天來的一百五十人呢 我們根本都不知哪裏來的 亦都不知是什麽人來的 我們怎樣規劃呢 規劃不是我今天做 我明天會發生的事 規劃是一個很長遠的事 尤其是你在講的是 跟全世界或者亞洲去競爭 我們現在哪有競爭的優勢呢 是不是 如果我們連自己入的人 我們都不清楚它的底細 我們怎樣規劃我們的學校 需要多少間呢 我們老師需要什麽私質呢 我們的醫院可以怎樣呢 我們完全是失衡的 所以今天香港的失衡 全多謝這些舊的議員 去造成的 好 這一問一答完成了 下一位是由真麗文小姐 問李卓仁先生的 李卓仁先生 你說你住美孚 住了十幾年 我呢 就三 我呢 就六歲開始住起的 我現在有爸 我有媽媽 我姐姐弟弟都在那裡住的 03年呢 優化工程呢 就引入了天水為短樁 那時候呢 就泛民議員說給我聽的 就說呢 我會踢爆黑太陽 然後那個黑太陽呢 那個踢爆的女生呢 最終就會死的 那這些呢 其實等於呢 在那裡要脅我 在那裡 我精神上呢 是很受到困擾 你自己知不知呢 地產霸權這件事 是怎樣影響著美夫人呢 你知不知美夫有很多苦主呢 就很多謝曾林文這個問題的 就是我想我們需要跟你談多些 因為你 就是你的個案是呢 是需要很長時間去處理 我都知道是你受過很多苦 那我都希望呢 是盡量幫到你了 那但是我說回美夫呢 其實大家記不記得呢 那個屏風樓的問題 那當時美夫樓的屏風樓問題呢 我覺得是 聲援美夫的業主呢 是反對屏風樓的 屏風樓呢 我都有 不好意思 曾林文女士 你只可以一問一答 我可以一問一答 你剛才答了 你現在又問了 所以 我答完了 請你繼續說 我還沒有時間 還沒有時間 讓他多說一些 但是 就是 問和答加起來 五分鐘我答完了 好了 麻煩現在有請 李卓仁先生問 馮檢基先生 其實呢現在我們最擔心的問題 大家市民要想一下 如果林鄭月娥 是將一萬億賭錢到鹹水海的話 香港的未來會是怎樣 其實這個是一個政治任務來的 最近我看到一件事 人民日報啊 出文章 支持林鄭月娥 搞這個 一萬億的人工 倒 但是大家想想 這個一萬億的人工倒 林鄭月娥 在市政報告 說了之後 人家問她 為何搞到千七公頃啊 大家記不記得她怎麼回答啊 她說 不知道啊 怎麼可能你出來說 港市政報告 說不知道為何 千七公頃啊 後來我想一下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政治任務 是團結 香港基金 董建華 而裡面就是 剛才曾麗文說的 那些 地產霸權 就在裡面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政治任務 這個是一個為輸送利益 給財團的任務 那所以我們一定要反對 那我希望 阿馮劉姬回答呢 就是 我們反對這個 一萬億的人工倒計劃 因為 剛才我講了 真是一搞下去呢 真是被那些地產商繼續炒而已 那你會不會一起反對 其實我這十幾天都在拍一張單張 就是反對一萬億的人工倒 因為一萬億 剛才我都講過 是二十年後的事 是不是林鄭要做五屆特首 才能夠搞得怎樣呢 她自己權力範圍之內的時間 為什麼不做呢 剛才說的劏房 包括輪候的街坊 要輪七年 才去到市區公屋 現在有二十八萬人排隊 其實很多的方法都可以找到地的 中土地是一個方法 而且中土地是當年一一年 我們是民協第一個提出用中土地 第二個就是粉嶺的哥爾夫球場 第三就是軍事用地 軍事用地也是當然 我們第一個是公開在立法會 問政府可不可以把市區的軍事用地 和它換 換另外一些新界的地 給解放軍 從而我們馬上拿到三個地 包括是浸會的軍事用地 包括是昌山會 包括是石江機場 我們馬上拿到超過一千七百個公頃 特別是石江機場 大家知道石江機場是很近荃灣的 弄一個山洞鑽過去 用車行也可以 用輕鐵也可以 其次就是石江機場搬走了之後 石江周邊的樓房都不是現在那麼矮的 可以起三十四層高 三四十層高 可以說有二三十萬個單位 所以其實我們這三個建議 全部都是在自己政府的權力範圍之內 可以做得到 不需要十年八年二十年 所以我們提到那些實質的 開地用地拿地的方法 不過政府是不聽 我希望曾小姐知道 不是我們不說 不是我們不爭取 是政府不聽你 因為有權在我們 權在特首那裡 立法會大家知道 政策上我們沒有權的 何時才有權 我就經常覺得 旅定外合、民間團體 加我們立法會員一起 去推政府、逼政府、吹政府 如果不是的話 只是靠議員 我告訴大家 他今天立法會面 答了你 都可以答應你之後 之後他可以不做的 所以對我來說 現在最重要的是 我們有方法 第二就是我們要用智慧 第三我們要想一個行動 令到政府有壓力 這樣的時候 我們才能夠做到那個實際結果 所以不是單靠選議員 那個議員 要跟我們民間團體 掛勾的話 這個議員 就 講真講 真的 只有一個講字 我們希望 將來我們做一個實幹的議員 所以我自己是 準備搞壓力團體 希望跟大家一起 實幹 好 最後有請馮檢基先生 向伍迪希發文 現在可以開始 好啊 其實我正想問軍事用地 那個立場我已經說了 但我不知道 因為當我們說軍事用地的時候 政府叫我不要那麼大聲 你越說得多 你越是用不到的 就著軍事用地 因為影響到解放軍 影響到中央政府 所以政府就說不能動 但我們查過 其實有方法可以動的 有英治年代 回歸之後 其實有不少的軍事用地 是交給我們特區政府的 以前是七銜營 長沙灣也有長沙灣軍營 所以我想問一下朱生 就是說軍事用地這個敏感的情況 你覺得可以怎樣說服政府 喂 不要這麼憑計 可以嗎 政府 是不是我們連講都不敢講 或者我們用什麼方法 可以說到政府 去讓我們馬上換到 剛才我提到的那三個地方 其實那三個地方 特別是石岡 是馬上有一個千公頃 謝謝 我覺得這個問題 養兵千日 用在一朝 而且軍事的東西 其實不是我們一般人 掌握過軍事情報 究竟香港的問題在哪裏 需要什麼的軍事用地 如果你客觀來看 在過渡前 英軍的軍事用地 小西灣 金鐘兵房 其實很多很多 是比現在大很多的 那麼現在的軍事用地 其實是小了 比較大的 你說這個石岡那裏 我就覺得 石岡附近的 起不起得高呢 那麼你整個新界 都很多鄉郊用地 都是沒有起高的 所以是不是石岡收了 就可以起高 這個不是這麼簡單的問題 另外一個比較大的 窩打路道 窩打路道 本身是一個主幹道 是香港很重要的一個核心來的 雖然大家可能經過會看到很多 雕空的東西 但是如果 如果香港有什麼很緊急的承認 在市中心有一個很大的地方 可以做一些各種各樣的目的的事情 都可能是必須的 所以我覺得 在我來說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不是掌握軍事情報的人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可以這樣拿這些地 但是我覺得呢 其實香港有很多的 只是近浪田海呢 都已經很大的 就是可能可以產生很多的地了 那如果你說 說回這個 有些人很反對的 這個 大嶼山那裡的地 我就覺得這樣 它不是說一定是為了財團 因為如果為了財團呢 可能在新界收地呢 就更簡單 就是如果不用官地收回條例的話 那它用的錢呢 可能過萬億 輸送給現在的四大地產商 是更加簡單的 因為你新田一個地呢 這些地是掌握在政府那裡 政府的land band呢 其實政府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在曾蔭權時代呢 就沒有做地 那地呢 本身呢 是一個金融問題來的 等於你政府沒有了那個reserve 那這些東西呢 就全部都在這個地產商手裡 就形成了後來那個地產霸權 越來越厲害 當然呢 房屋也都沒有做到的房屋 變成了房屋呢 都是在地產商那裡 所以如果有新的地做出來 這個地不是那麼大爭拗 但是現在這個東大嶼就不是 就是一個很大爭拗的話呢 那都是增加了政府的land reserve呢 本身對於和地產商的咬手挂 都是一個很實在 不過我一向都說 其實最實在的 就是找新的地的方法呢 都是在棕地和哥爾夫球場 或者市區那個九龍那個很多的會所地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是最接近我們住的 最適合我們在那裡建辦公室啊 上班啊 縮短大家的那個上班時間 因為香港面對一個最大的問題呢 就是老年化社會的問題 那個上班時間一定要縮短 一定要給那些人可以半天上班 又可以很容易去照顧家庭 如果你將來這個城市規劃達成不了這個目的呢 就是東大嶼就是一個例子啦 你這麼遠的你上班是不方便的 沒有可能的啊 就是很麻煩的 那本身不是一個好的 找地的一個方案來的 不過作為一個咬售瓜 或者一個土地儲備呢 就是相對你說在吐露港那裡 譬如填海呢 大家都知道沙田區議會已經拍了桌子 就是很多香港的近來的填海呢 或者你在東中小豪灣 可能現在會是可以比較少爭拗的 因為沒有人在那裡 任何有人的地方呢 香港呢都是很大的爭拗的 你在我附近建樓 建一棟插爭的樓呢 都說不行的 那這個是香港那個 養成香港人啊 他那個養老啊 都要靠個房地產 這個本身就是英國人呢 剩下一個很黑人爭 一個最卑鄙 最安裝的一個政治策略來的 所以為什麼這麼爭英國人呢 就是這個原因 謝謝各位候選人 接下來是第四部分的台下泛民環節 首先是團體發問 每個團體會有一個代表 向全部候選人發問 代表會有20秒時間發問 每個候選人回應的時間 有一分鐘 發言的次序就根據論壇的島嶼 換言之 馮檢基先生就會第一位回應 當發言時間上月20秒 又或者夠鐘的時候 都會舉牌示意 那這裏是土瓜環 所以我們都有請 在土瓜環做了很多基層工作 維修香港 代表發問第一條問題 那維修香港那邊 是不是有第一條問題 那他們未問都簡單 維修香港呢 以我們的認識呢 就是周圍幫街坊做一些免費的電器的維修 或者甚至是屋裏面的維修 都很大影響力 因為他們都啟動了很多 令到其他區呢 都很多這些自發的團體 那都是很有心的團體 因為他們都知道 基層住屋的環境 真的很惡劣 很多時候電器又壞 啊 家居的狀況又差 那是雖然一些維修 但是又貴 那所以都 好了 那有問題了 你認為現時 市建重建局 和各地產商推行的市區重建方式 有什麼問題呢 有沒有改善到現在的建議呢 之後有一條問題就是 對於東大魚填海 你認為是不是大白杖工程呢 可以幫到現時的基層住戶的住屋需要嗎 那未來的人口政策方面 是不是應該有所調整呢 兩條問題 好 那因為是兩條問題 一條關於市區重建 另一條就是關於東大魚都會的 那我們都想給候選人發揮多些 那每位候選人都有兩分鐘時間 每一分鐘就回應一條問題 那因為次序是由馮檢基先生開始 那就有請馮檢基先生先 市建局最大的問題就是 市建局本身應該可以獨立去行政 但是呢 它仍然有一個規矩就是 它基本上要自己 自己搞定自己的錢 那所以變成我覺得 這是一個很大的限制 作為政府呢 我覺得要加快市區的舊居重建呢 必須要政府自己是 干預 介入 市區怎樣發展 比如一個規劃的發展 比如我需要這個 市建局收到的土地呢 我們有公屋 有居屋 有私人樓宇 我寧願就是公屋 居屋的部分呢 政府買回來 幫市建局拆了之後 特地我買回多少個單位 是給我們政府用來做公屋或者居屋 居屋的建議就是 不能夠買出市場 那這個一個方式 就令到市建局做得好些 私人發展商的重建 最差就是 沒有時間控制 我們深水埗和大角咀 有幾條街呢 是收了十二年 十四年都未拆 但是那個座樓幾百個單位呢 是剩下三五個單位 特別鋪頭呢 是留下來不可以拆 可能有一些釘子壺 所以我覺得 如果假如有這樣的話呢 政府也都應該有個 當他開啟私人樓要重建的時候 他要申請 特別要報個時間表 第二就是說 他空了那些單位 其實我建議過多次 被張炳良談過 空了那些單位 為什麼不可以做臨時住所呢 大家知不知道 福澤街和耀東街 空了十二年 四百個單位 完全可以拿出來 為什麼拿出來 政府租了你的 然後再租給輪候那些 輪候街坊 用這個 東屋租 去租個單位 政府用市場租租租 政府那些錢呢 就津貼回那些 輪候街坊 可以盡快離開 現在的劏房 大白杖 是的 大白杖 我們反對 另外我們同意 林鄭現在搞的那些填海 是二十年之後才建貨 二十年之後 你要做第五次的特首 對不起 你有權的時間不做 沒有權的時間 你說了別人的特首做的事情 麻煩你 收回他 麻煩 好 多謝馮檢基先生 好了 接著就到李卓仁先生 兩分鐘 是的 一條是市區重建 另一條呢 就是大白杖 是的 市區重建的問題呢 現在最糟糕的一件事 就是田生拆旗 比市建局快 那如果田生拆旗的時候 他去收地 大家想想有一個問題 那些租客是完全沒有安置的 但是如果政府收呢 就是租客要安置 市建局收呢 是要立即凍結調查 那些租客立即可以得到安置 所以我們覺得 最重要爭取什麼呢 就真的舊區要重建 但是一定要是市建局去插旗 去插完旗之後 是可以安置那些租客 賠償給那些業主 然後還有 完了之後 是可以建回公屋和居屋 還有在過渡的時候 因為你等那些人搬 都可能要兩年時間 那裡就是過渡性房屋了 那如果我們可以 真是推動一個真正的舊區重建 那當然 政府要付錢的 因為如果不是賣給市人發展商呢 政府一定說 喂 那我們都沒有錢下去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跟著就第二條問題了 政府肯東 一萬億倒資到鹹水海啊 為什麼不可以收好好的收我們的市居 是去真的做回公屋 還有幫到那些 是舊屋的業主 也幫到那些租客啊 還有大家想想 如果東大嶼一萬億的計劃 是二十幾年之後才可以做到 還有他一定在過程裡面呢 是跟著銀市走 我經常說 誰第一個得益啊 賣海沙那個 現在海沙很貴 在港西買過來的 是 只是買海沙都很貴 然後還有一些建築商 所以這個一定是大白象工程 我們一定要反對的 好 多謝李卓仁先生 那跟著呢 就到 曾麗敏小姐的 是啦 兩分鐘 一條市區重建 一條大白象 大笨象工程呢 就一定是會反對啦 這個計劃 啊 倒水落下 倒水落大海 我們孩子的將來 你們孩子的將來 就是說真的打開一個 對 我們孩子的將來 就會沒有了 是啊 請台下街坊控制一下 我們有台下街坊發問的 那你可以寫條問題下來 那就盡量給候選人講完 那我計時是不是暫停了 好 現在重新開始 給足時間來的 這個計劃呢 也都解決不了言微之急 而所以政府呢 以林鄭為首呢 就必先是首先 拿回 行政的手段 要求 團了地的大地產商 在限時裏面交出來 如果它不交出來呢 我們拿回土地 政府去發展 當你在選擇一個議員 你下一次的投票 是應該怎樣的時間呢 誠信是很重要的 大家必須記住 剛剛呢 李祥先生說到田生集團 那其實呢 紀錄上呢 民協呢 也都曾經收過田生主席的贊助 民協社會服務中心 它有一個人外扶貧的團購 它是收過贊助的 那我不知道它怎樣呢 可以收田生的贊助 又來幫街坊去對抗 地產霸權的收樓 而李祥仁先生呢 文協不關我的事的 我又再講一下李祥仁先生 李祥仁先生呢 住在美副這麼久 他的街坊 他樓上走來拍門 想告訴他 支持我 對付新世界的會秀管理 那個浪衣架呢 是沒有理由呢 就這樣要我們的苦主呢 自己給錢的 因為會秀 他就應該 是當年失職 沒有入那個 浪衣架的那個 圖則 所以 要求收回 或者插回 謝謝文女士 好 接著就 我們完了 再澄清 紀錄 不 我想 完完再 好 有請最後一位 那就是吳迪希先生的 兩條問題 一條市區重建 另一條呢 就是大白掌工程的問題 有請吳迪希先生 市區重建呢 我就 一兩年前 我就打電話 去電台問過 為什麼市區重建 那些project 是要從地產商去合作的呢 這個是最不能夠 令人理解 因為他一定有 專門的人才呢 可以自己去做那個project 唯一的解釋呢 就是裡面的 是不是有些利益輸送呢 因為我 其實講得白點 我仍然都 做過地產 我知道有些 就是二三十年前 有些公司 到最後一間房子 可能是幾千萬買回來的 中間就有一些 大筆頭收了 就是根本 現在這種方法呢 是有很多 藏污納舊的 空間 尤其是香港這個所謂 金融都會 那麼多人有外國護照 那些戶口在外國 那樣 根本是查不到的 可以這麼說 就是我覺得 市區重建的 首先呢 他的project呢 一定是要自己 獨立做的 就不可以再 跟任何的發展商去合作 因為沒有必要 沒有需要 另外一個 是要建的 也不應該建一些豪宅 應該建一些 四五百尺 五六百尺 給香港人 就算你說買也好 什麼也好 租也好 都是給香港人去住的 那這個才是合理的一個方案 那好了 講到這個 東大嶼是不是一個大白象呢 我就提醒大家 其實你要拿新的地 就算你用土地收回條例都好 你都是要賠償的 那裡都是要錢的 究竟法庭怎麼看這件事呢 這個又是我跟民主派很大的不同 他們呢 就很尊重香港的司法的獨立 就是法官自己決定香港的政治問題 就以前那個新法案 新界的農地 是怎麼可以擠貨櫃呢 就是法官決定 不是政府決定 好了 香港的農地究竟可不可以收 多少錢收 其實到最後又是法官決定 會不會收到一萬億才收到那些呢 那這個都是一個要考慮 謝謝吳迪希先生 那時間夠了 剛才各位候選人都展述了 關於對市區重建的看法 和對於東大嶼等等的大白象工程的看法 那剛才呢 就馮劍基先生一句 就想我們幫忙說一說 那我都是轉述他的意思 他就說 民協是沒有收到田生錢的 那就 接下來呢 就有請另外一個的團體 就是關注縱緩低收入聯盟 那就問問題的 有請團體 我代表著兩個團體 關注縱緩低收入聯盟 和爭取低收入家庭保障聯席 我組織感謝李大成 我想問兩條問題 第一條問題 就是之前政府實施了幾年的 租金的租貼 或者叫做 劏房裏面的補貼 那 就 之前兩年已經停了 但是我想 都有 我想很多的劏房的街坊 都說 他們都曾經拿過幾千元 甚至有幾千元 甚至有幾千元 起碼叫做 挨緊貴租 指著咳 我想問台上幾位的朋友 如果你們進入議會裏面 怎樣去爭取 這個租金的租貼補貼呢 這是第一條問題 第二條問題 都是不停地纏繞著 我們一班 劏房戶的街坊 就是一個水電濫收的問題 是的 我們的聯席裏面 曾經做到最高紀錄 兩個百元一道電 普遍都佈過我八個 每個月都要給多 一百至幾百元的水電費 是被劏房儀主濫收的 是怎樣可以在議會裏面 去推動回政府 去禁止這一種吸血的行為呢 怎樣去禁止這一種的 真是 現在劏房已經有很多 租金會 也有主理問差 更加是 越窮越見鬼 更加雪上加霜 怎樣去 阻止這個水電濫收的問題呢 我想一兩條問題問大家的 好 因為剛才是馮檢基先生說先 所以這次就由伍迪希先生說先 兩條問題 一條是關於租金津貼 另一條是關於怎樣押止水電濫收的 有請伍迪希先生 多謝兩分鐘 對不起 兩分鐘 我呢 就來選舉就不是要選票 我不會好像民建聯他們這樣說 要這個租金津貼 因為這個一定是推高了租金的了 首先一定是租金管制 租務管制 再加上呢 加差響 這樣就自然令到租金下調 如果你是推租金津貼來呢 到最後呢 一定是益了那個租樓的人 這個必定是 好了 這個電費呢 我自己都住在房間 知道兩元一道電 其實政府呢 是曾經好像有人說過 要環保局呢 就是收割一些法例 限制那些人賣電的話呢 這個利潤 這個應該是可以做得到的 因為你 如果你收到別人的電費 你即是設立一個分辨標 其實是可以在法例上做一做 喂 你最多賣10% 這樣 補貼回你的行政開支就算了 這樣 就不要給他呢 現在一元多一收到兩元 那這個技術上呢 我相信是沒有任何的困難的 那就是 所以呢 在這裏呢 應該那個電費呢 是可以壓止他濫收的 不過講來講去 怎樣令到 劏房的人 是住便宜一點呢 一定是實施租務管制 還有或者在某一些樓裡面呢 可能呢 就是高一點的差向 那些人呢 刁空的話呢 他就肉赤了 他就麻煩你快點租出來 那這個呢 其實都 我為什麼經常都說 提高一點的差向 這是一個很討厭的東西來的 這麼多業主都 這麼多業主 因為香港呢 經工業騰飛的時候 就是十幾個百分之差向 你一降低那個差向的錢 就投資去房地產 香港為什麼後來呢 曾麗文講到呢 我們現在變了 變了一個這樣的社會呢 一個無生氣的社會呢 就是因為這個差向降到很低 鄧安普啊 他為什麼美國經濟會回復呢 就是他加了美國的物業稅 這個沒有什麼陪體說的 他怕得罪香港的那些業主 好 多謝吳迪希先生 那跟著就有請第二位 就是曾麗文小姐 就是有關租金津貼 和壓止水電攬收的 我想回復剛剛啊 基哥的說話 人民力量曾經呢 出過一張圖的 OK 是民協社會服務中心 舉辦人愛扶貧 團購計劃的單章 上面清清楚楚呢 是寫上那個計劃的 捐款人呢 就是田新集團主席 彭維新先生 該集團呢 在保安街 永龍街 順寧街 深水埗 元周街 和長髮街 交界呢 都有收購計劃 那文協呢 就聲稱呢 他的贊助呢 是沒有條件的 但是日後啊 無助的舊樓小業主 怎可以放心 被文協的議員 協助自己 對抗層出不窮的收樓手法呢 這裏應該是舊時間給你回復 但是關於 關於剛才那兩條問題呢 那兩條問題 要回答問題 真的 你用完的 你可以說回那兩條問題 希望扣個題 很多的小收小補呢 我可以跟大家說呢 是不能夠 回到問題的本質 你要解決一個問題 你要有新的思維 你不可以 在舊那個圈裡面 在兜兜轉轉 是想不出那個問題 劏房已經是我們香港人 最沒有尊嚴 OK 已經是去到一個這樣的情況 如果你們想突破 你們想向其他地方去學習的話 你們必須要想一想 為什麼香港會搞成這樣呢 我們曾經很好的 我們什麼都有的 今天到底我們的議會 還是我們的政府發生問題呢 為什麼吵來吵去都找不到一個解決的方案呢 今天還要講一些這麼小的東西 租金津貼 又要計數 又要看下什麼 政府是否是否給予的行為 政府就是因為覺得你們泛民太弱了 根本沒有壓力給過他們 所以他們是不會理你的 簡單如此 好 接著就有請第三位 李卓仁先生 關於租金津貼 以及壓止水電攬收的 有請 我覺得呢 大政治也好 小問題也好 我們都要解決 當然解決是不是容易 一定要議會裡面 和議會外面一起抗爭 剛才講兩個問題 我絕對不是覺得是小問題 因為大家想想 如果是一個普通的打工子女 打一份工 萬多元 交租到五六千元的話 大家剩下多少錢可以真的養家 都沒有養不到家 租金津貼 租金津貼就是幫到大家 但當然我剛才開始也提過 我們要爭取的 是要租金管制和租金津貼 一起來 如果有些過渡性 關於關於基金做多些 我們當然一定會和大家爭取 但最終一定要有租金管制 才有租金津貼才會更加有效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電那件事 大家真的想想 連劏房戶 連電都要被人落格 都被人炸 都要被人吸血 這個多不合理 我記得我一次跟中電說 喂 為什麼你們中電那裏 是大家怎麼去幫到劏房戶 不要被人落格呢 那中電跟我說 喂 你找劏房戶來告 但告原來沒用的 因為那些告呢 只是小壓前債案去告 我們要的呢 就是要改法例 變成是刑事罪 這樣才可以解決到問題 當然我們不是說 下下都要令到業主 要有刑事罪 但如果不去劏人 就不用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保障來的 那我們希望和大家爭取 但我再強調一件事 一定要議會內外 大家一起去拍照 你們有行動 我們下來支持你的行動 我們也去議會講說話 和大家一起努力 謝謝李楊先生 時間到了 最後 最後有請馮檢基先生 兩條問題就是關於租金津協和水電濫收 租津和租管 我覺得一定要雙軌一起做 因為你說租管 不知道三年五年都未上到立法會 但是租津呢 只要政府押頭就可以 所以我覺得兩人都要做 但是我們不可以等五年的 所以能夠做到 就是要迫到政府押頭 立刻給租津 那這個就是不容易 但是給租管 起碼時間上沒有那麼長 其實就是水電錶那裏 我覺得要有獨立的水電錶 讓每一家一主 就能夠自己給自己應有的水田 其實這個唯一的做法 就是要將現在的水田的爭拗 不要是民事 是要刑事 刑事之下才令到那些小業主 不夠膽 是賣電的 因為其實他賣電本身是犯法的 最後我要打一打 曾小姐可能你真的有些失實聲明 因為民協社會服務中心 不等於民協 是兩個完全分別的團體 民協社會服務中心 是一個慈善機構來的 當日社民連用它同樣的理由 去追擊民協 但是現在民社中心為了這樣 所以我們改為民社中心 就不是民協社會服務中心了 希望你分清楚 民協政黨 民社中心 是慈善機構 好 多謝馮永基先生 和各位候選人 回答了兩個團體 分別問的四條問題 好了 現在呢 我們就會開始 這個就是 街坊的法文文節 剛才呢